你好,我是昆仁刘石 我又和您聊天来了 昨天咱们聊了一出喜剧 怎么个喜剧呢 说实话呀 放在咱们这个看热闹的人身上 那算是喜剧 那要搁到人家这个红帽子活佛大喇嘛身上 那就不是什么喜剧了 搬弄是非的嘎玛嘎举派红帽系活佛 名字叫做曲节望秋 到蒙古地区搬兵了 搬的是谁呀 是雀图寒他们家的兵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跑到西藏去剿灭整个格鲁派 由这个雀图寒的儿子 这位王子的名字叫阿尔斯兰 亲自带队就杀伴了西藏 谁想到半道出批了 来了一位大师名字叫做索南饶丹 三说两说的就让这位王子皈依了格鲁派 结果这六世红帽的下马巴就惨死在了军前 那有人说这大师就是这么的法力无边吗 就让这位王子阿尔斯兰放弃了嘎玛嘎举派就信了格鲁派 哪啊 这大师啊 随身多了没带 带了十几车金子 大师那句话说的好啊 我这就是法器 王子您收了我的法器之后啊 哎 我想您呢就能懂了我的佛法了 结果啊 这法器的力量是大的 王子皈依了格鲁派 杀了红帽子下马巴 前两天呢就有一位好朋友问了 哎 我知道啊 他这问这句话肯定也有开玩笑的意思 他说啊 这个1616年的12月15日 28岁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家措呀 源寄在哲邦寺 可是呢 直到这个1622年 在四世班禅大师的主持下呀 这五世达赖喇嘛 阿望罗桑加措 也就是啊 这个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才被迎接到哲邦寺座床典礼 那么这六七年的时间 这达赖喇嘛的元神哪去了 难道就在空中飘着不成 哎 那您这真是玩笑话了 即便在空中飘着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呀 哎 人家这格鲁派对这个活佛转世人 有一定的遗鬼 向来呢 对各种事情都有说明 能让这个老百姓也信服 能让这群大师啊 他也信服 所以说呢 绝对不会让达赖佛爷呀 这五六年就在空中飘着的 那咱要聊这事啊 还得往前倒几年 1616年的时候 12月15日 这28岁的四世达赖喇嘛 云丹加措 元寄了 咱不聊他是怎么元寄的 总之让我看来 他是很可疑 然后呢 在前葬的藏八寒政权 在噶马 噶举派的怂恿下 就宣布了一条政策 就宣布啊 这个达赖世系以后 不能转世了 那您看啊 我给您捋一捋 您看人家噶马 噶举派啊 人家有两只 红帽子噶举 叫做下马八 黑帽子噶举 叫做噶马八 这噶马八和下马八互为师徒 也就是说人家有两位活佛转世 真要是有一只被停了呀 那一只还能延续自己噶马噶举派的香火 哎 这萨迦派呢 着马破章和彭措破章 人家互为师徒 人家呀 是家族的血脉传承 人家都不搞一世一系 这两系呀 互为师徒 为什么呢 也是为了双保险 那人家宁马派呢 就更好办了 纯是这个血脉家族传承 爹传儿子 爹是师父 儿子是徒弟 即便你灭了老大呀 那老二就传心了 所以说人家这个 他也算是多保险 那唯独格鲁派这会儿 很难受啊 这格鲁派现在只有达赖喇嘛世袭 一只活佛转世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啊 听了半天他不明白 他不理解啊 这藏巴寒 把达赖喇嘛世袭 这一只活佛转世 停止 禁止了 有多么的可怕 那也就证明 这格鲁派从此啊 就消亡了 可是您不要忘了 现在这格鲁派 他已然是藏传佛教最大的一只了 他在这些年啊 发展的非常好 信众颇多 寺庙林立 要不接也招不来 嘎马嘎举派的痛恨 那么说不让达赖世系 准世的这位藏巴寒 他是谁呢 这位藏巴寒的名字呀 叫做彭错南洁 咱们老提藏巴寒 藏巴寒 这藏巴寒也不是一个人 人家也是有一套系统 父传子家天下 要不然啊 就是这个父子子祭 要不然就是兄中弟吉 这彭错南洁宣布完啊 这达赖世系不让转世之后啊 您想想人家这个蒙古的土摩特不能干吗 这四世达赖是人家家的孩子 不明不白的28岁就死了啊 你们说是这活佛能转世 可是眼睁睁的 我们家孩子没了 那您想人家大人能干吗 两千蒙古兵直接就杀到了拉萨 要说这藏巴寒 蓬错南洁啊 还有一定的手腕 要是换了别的藏族政权呢 早就让人家蒙古人给灭了 还就真的跟这支蒙古军队 支不支不 可是也没支不过 只能说呀 勉强算是啊 打了个平手 可是呢 这位藏巴寒 这位藏王啊 哎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几伙攻心尿袭了 哎 突然就得了天花暴毙了 谁接班了 接班的这位藏王啊 叫做丹炯旺波 十分仓促的就寄了 藏巴寒的寒味 那也是没打过 导致这藏王被困要王山 最后只能接受城下之盟 给人家这支蒙古军队赔了钱 退还了拉萨格鲁派三大寺 也就是甘丹色拉折磅寺 人家的寺产 所有庄园 在这啊 咱们得重点说一句 我听了很多老师啊 讲这一段的故事 有人说呀 在彭硕南节执政这一时期啊 这个噶马噶举派 已经把势力渗透到了 这个格鲁派的三大寺 也就是甘丹寺 色拉寺和折磅寺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还真没把势力渗透到寺院 无非是抢逻的人 寺院很多的庄园 那经过这次战争呢 这庄园呢 也都退回来了 这理论上呢 是允许了达赖喇嘛准事 可是这会儿啊 出了现了点变故 就是1617年的时候啊 青海的卡尔喀布 组织了2000蒙古骑兵 杀半了西藏 他们是反藏巴寒一派 这格鲁派啊 现在明显示弱 所以说看出便宜来了 他们就支持了这支军队 支持了这支2000人的蒙古军队 可是这次啊 新上任的藏巴寒 单炯旺波 还挺厉害 一鼓作气就把这支蒙古兵啊 给打败了 这一打败不要紧 这画坝子可就落到了藏巴寒 以及反格鲁派联盟的手里了 就在当年的7月 这藏巴寒的军队就攻占了格鲁派的 哲邦寺和瑟拉寺这两个四月 杀死了格鲁派的僧众5000多人 我记得这还有个小插曲 咱们讲这准杆韩国的时候 提到这个事件呢 就有好朋友给我留言 说你看见了 这简直是抬杠 好几百年以前的事 我当然没看见了 那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我当然是怎么顿来的 怎么卖 怎么听说的 怎么跟您销 所以说有时候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黑粉 他提出这种问题 给我留这种言的 简直就是恨我 得了咱们不说他了 咱们继续讲咱们的故事 这才有的咱们前文书所说的 六世红帽的法王 夏玛巴活佛 去引得雀涂寒的部队 由这个王子阿尔斯兰带领 要一鼓作气 涂了这个格鲁派 结果偷鸡不成粉十八米 把自个儿的大兔脑袋玩丢了 那么说这个拉萨这边呢 四世班禅大师 咱们还得说一句啊 这会儿还不是四世班禅大师呢 四世班禅大师啊 是后来追认的 叫罗桑雀吉兼赞 这位大师呢 借助给了心脏疤寒丹炯望波 看病的这一机会 求情 让这藏王正式的批准了 达赖喇嘛世系转世 那这问题就又回到了 咱们开书的这个点上了 那这些年 这达赖喇嘛的精神也好 魂魄也罢 在天空中飘着吗 当然不是 其实啊 这对五世达赖喇嘛 也就是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寻访啊 一直这三大四在偷偷的进行着 主持人就是咱们说的那位去贿赂王子的高僧 四世达赖喇嘛的管家 所难饶单 也就是说呀 这个事态再乱 也没影响人家寻访转世灵童 不但没影响寻访转世灵童 而且呀 按照天象 关湖占卜这一系列的手续啊 还不是找到一位 这备选灵童啊 一下子还就找到了三位 一位就是山南穷洁家族的 阿旺罗桑家措 还有一位呀 是雅龙地方的贵族 去家破障的儿子 名字叫做义云罗布 还有一位呀 也是个大贵族 没有留下名字 是哪的贵族呢 是这个娘部地方的贵族子弟 那找到了这三位被选灵童 那么哪一位才是这四世达赖喇嘛 真正的灵童转世呢 那有人说这还不简单吗 这历史书上写着呢 金平撤迁呗 这金平撤迁肯定是不行 因为这金平撤迁呢 是后世乾隆皇帝立的规矩 那这会儿是什么时候啊 这会儿啊 崇祯年间 这满人呢 还没进关呢 那怎么办呢 哎 人家这格鲁派有自己的遗鬼 叫做三八团子打挂 也叫三八团子占卜 不是这个三位转世灵童吗 把这三位转世灵童的名字 写在纸条上 揉进这个三八团子里 这三八团子做的都一样大 然后啊 放在碗里晃哟 最后哪个丸子跳出了碗 哪个丸子打开一看 上边写着谁的名字 哎 那就谁才是转世灵童 哎 这就叫天意 哎 这三八团子打挂呀 不是随便在一个地方 进行的 那这次打挂是在哪进行的呢 最终啊 是在热镇寺的文殊菩萨向前进行的 这次三八团子打挂 最后这灵童选出来啊 就是山南穷洁家族的阿旺罗桑家措 也就是后来的武士达赂 历史上非常有成就的一位达赂喇嘛 那您听了吗 今天咱们这小段虽然不长 但是非常复杂 咱们了解到了四世达赂喇嘛 元季之后的灵童寻访 以及啊 是在众多的灵童当中 如何选出了真正的转世灵童 那咱们明天要聊点什么呀 明天啊 咱们要好好聊聊 这武士达赂喇嘛 高专园主 他可不准备啊 在抱这个风雨飘摇当中的大明的大腿了 他准备跨过整个蒙古高原 跑到草原那头去抱一个叫做皇太极的人的大腿 并且在这期间一个改变格鲁派命运的事件 又出现了 这格鲁派除达赖世系的第二只转世活佛 马上就要出现了 虽然呢 没有成型 但是雏形已经出现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班臣俄尔德尼大师的转世系统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哎 您明天早来 明天啊 咱们书馆接着聊 三岁